我要老实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 从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 就开始会拿乳液全身全脸这样抹抹擦擦 那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也会发现 适合自己的产品和不适合自己的 所以就像人生一样 其实是一种有碱入反又有反入碱的阶段吧 所以现在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会很高兴 平常我其实是一个算蛮极简保养的人 以前到现在蛮着重的就是在精华液的保养部分 我其实大概在十多年前吧 就已经接触到香奈儿的山茶花系列 那时候不是一见钟情 是一秀钟情 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山茶花的那种香粉的味道 然后它成分非常高的比例是天然的 我觉得水分是肌肤当中最最最重要的成分 因为你整个人可能年轻的状态 或者是肌肤健不健康跟水分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它也的确给了我很好的保湿效果 我觉得简单不代表不深刻 很多方面的涉猎跟寻找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去享受生命当中的美好事物 我们下定hores 思静 我们下定晚的翻译 我们下定万千 giving